大家好我是復健專科康俊偉醫師 下一題是網球軸他到底自己會不會好 那這也是一個在我們復健科診間常見的一個FAQ 大家都喜歡問我的50件會不會自己好 我的追鍵盤圖書會不會自己好 我的網球軸會不會自己好 其實這個問題我都會說這個問題棍子問我 還要問你自己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其實我們復健科常見的問題 像我剛剛舉的這幾個50件也好 追鍵盤圖書也好 或者是網球軸 他都是由微小重複的動作 然後反復的傷害累積所造成的 所以如果今天醫師給了你任何的治療 你回去家裡以後你還是做一樣的事情 你的工作模式還是一樣 你的工作環境還是一樣的時候呢 他當然非常容易復發 他當然不容易好 再來有一個觀念必須跟大家理心的是 我們的骨骼肌肉關節的問題 沒有什麼叫做根治的狀況 很多人喜歡問我說 醫師我今天做正波 醫師我今天做寫小板DRP 醫師我今天做增生治療 我今天做針灸到底會不會根治會不會斷根 其實這種東西沒有所謂的斷根 我們的骨骼肌肉關節 極簡韌帶這些軟組織 其實它都是一個消耗品 只是每天我們消耗了 我們休息以後我們身體有自癒的能力 我們身體裡面有幹細胞 我們身體沒有生長因子 可以促進這些今天一整天辛勞 一整天勞累下來 損傷的器官損傷的組織做修復 可是如果你今天一直很努力很猛力的操他 卻不給他足夠的時間修復 又或者是隨著年齡的增長 你的修復的速度變慢了 再來也有可能是你身體的一些內科性的疾病 比如說血壓、血糖、血脂肪等等問題 或者是你用藥的狀況 比如說你有在吃類固醇 你有一些類風濕 或者一些免疫相關的疾病 那這些都會造成我們的組織的修復變慢 那當然以前你覺得可以很快就恢復的網球軸 很快就恢復的肩頸酸痛 怎麼現在一搞幾個月幾年都不會好 所以說網球軸你也可以說他會自己好 你也可以說他自己不會好 其實都是取決於我們自癒的能力 你工作的環境 你的日常生活的使用 還有你接受醫師的治療是哪一種類型 來決定你的網球軸到底會不會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所有Q&A的內容 那如果大家還有任何的問題想要知道 或者是想要討論的 也歡迎在我們下面做留言哦 那希望大家能夠幫我們按讚、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我是康俊瑞醫師 謝謝